张博之带三个孩子过节 一家四口和睦温馨 爸爸谢霆锋呢 张博之这次罕见晒出了和三个孩子的假期生活照 网友们在感叹他们一家四口的幸福温馨时 有网友表示了遗憾 谢霆锋不再好可惜哦 这么说起来谢霆锋在和张博之离婚后 和两个孩子好像也不再有同框的照片 可能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但好在离婚后孩子们和爸爸并没有生疏 在采访谢霆锋时 谢霆锋很感恩的说 在罕见的和孩子们见面后 孩子们还是会很黏他 离别时总是特别不舍地分开 在这些感慨过后 谢霆锋还不忘感谢张博之 有一些夫妻在离婚后 一方会埋怨另一方 甚至在孩子面前抹黑另一方 但张博之不会这样 在离婚后张博之不会说谢霆锋任何不是 总是很坦然又体面地结束这一切 他自己也说过 过去了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脚踏实地地面对明天才是当务之急 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照片们事件没有发生 那么谢霆锋和张博之还会离婚吗 但是回答的占比竟然是意料之外 还是会离婚的占比竟然远远大过于不会离婚 有些网友觉得张博之和谢霆锋的离婚一定是必然 因为张博之从小就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女生 在结婚后他总是会比较年谢霆锋 当谢霆锋感到有压力没有私人空间时 他们的感情裂缝也在随之变大 张博之最终把安全感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他也享受着被需要的过程 好在孩子们在张博之的养育下 非常的懂事乖巧 张博之每一次谈到孩子都会很骄傲的 很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每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谢霆锋还有一个歌手的身份 他总是会扛着吉他弹唱 而大儿子谢震轩也继承了爸爸的优秀基因 完全也是自己热爱 不得不让大家期待 有机会谢震轩会和爸爸同台出现在演唱会呢 在谢霆锋和张博之离婚的这么多年以来 依旧还有很多粉丝们在等待着他们复合的那一天 谁知等来的也只是谢霆锋和王妃旧情复然 谢霆锋和王妃在一次世纪牵手 多多转转还是谢霆锋和王妃这些谁也没有想到的剧情 不知道孩子们看到会做何感想 不过谢霆锋和王妃一直没有打算结婚修成正果 一直享受谈恋爱的甜蜜 而张博之自己也有自己的暧昧对象 大人们的感情生活好与坏 他们都没有牵连到孩子 希望张博之的三个孩子能够幸福健康的生活下去吧 每一次张博之在平台上分享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总是难免会感慨 张博之实在太不容易了 一个人拉扯孩子长大 自己在非议中坚强走过来实属不易 以后的日子希望张博之也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 不愿意